今年5月夏旬开始 长江中下游因为持续强降雨 引发严重洪灾 全国七百多条河流水位超出境界线 多个水库要开闸洩洪 搞到下游很多村庄都被浸了 至今已经几个月了 有些地方开始灾后重建 但重灾区之一的江西排阳园 部分村庄仍然在抽洪水 居民在等水退的一天 今年7月江西排阳流域 遭遇年日的强降雨 不少村庄变成宅国 农田和房屋都被浸了 事隔两个多月 部分村庄仍然在做排雄工作 庞阳园的文贵渡围堤 在7月修补围堤缺口后 建了两个排水站 日以计夜将围堤里的水排出 然后现在你看水位已经下降了 可能有三四米了 就下降了这么多 随着洪水慢慢减退 整条村在8月通电 灾民也都陆续回家收拾 贵湖村村民 王来英原本在村里面 开超市和理发店 洪水一来货物全毁 洪水退了之后 王来英找亲戚借了钱 又重开生意 游敦街镇迪溪村在7月头 也都遇上缺堤 洪水冲毁房屋 有准备结婚的新人 船失惨重 对于房屋被毁的灾民 当地政府说正在囚集资金 帮村民在明年的农历新年之前 入住新屋 不过有些地方 仍然被洪水淹没 九江市都窗远 梁阳村在7月初 为了帮扑阳湖洩洪 吸纳了部分洪水 不过直到9月尾 水温仍然退得很慢 出入条村的公路依然浸了 村委户于是租了一艘船 接在村民